大家好,我叫角浩,我是个脱口秀演员 我会去各个地方巡演 然后每去一个地方我希望能够请到当地一个陌生的小伙伴一起吃饭 去他家做一做 带大家感受一下全国各地不同职业的小伙伴的生活 走 嘿,大家好,我是角浩 然后我们这期的你好陌生人呢 要去一个姑娘的家里 然后她说了她要做饭 所以我就请她吃不了饭 所以我来到了这个一个生鲜市场 准备给她买一点水果 好,咱们挑那个贵的 哈喽,彭妍 你好,哇,比我想象的高 走,带路 我的妈眼睛多高 170 170对吧 对,170 大家看到,我比她高可能七八公分吧 八九公分,十来公分 有点闷热 谢谢 谢谢 找的最便宜的吗 都很好,都很好 那你这个口音算什么地方 新疆 新疆人这个口音吗 新疆人,没有口音 啊 没有口音新疆人 新疆人没有口音 对 哦,后 我把我把冰条开了 有小厨房就开了手 我其实还好 我对温度要求还好 温度要求还好 对,我一次就是我比较 耐热,耐 哎,这个是自如的房子吗 对,某金牌 哦,没事,没事 我这没有啥人看 也不在乎广告费 哇,你这么快就把我围裙都围好了 太贤惠了,你这个 因为,因为叫什么 在快点做饭嘛 黑鱼,黑鱼,黑鱼很好啊 黑鱼,我买了黑鱼片 哇哟 酸菜鱼 还有一个鸡翅中 还有一个 因为吃米饭太慢了 今天是你过生日吗 不是,我生日还早上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丰盛吗 嗯,那今天是我过生日 我过生日 真的吗 你信的吗 那我信的 我觉得我很整 我现在给你口哥洗点水果 别别别别 来点西梅,新疆的西梅 放了花椒,辣椒 还放了些 小米辣不,不是太辣的 因为你不是在微博上说不吃辣吗 等一下,怎么会有这么多手机 有一种开庭式的感觉 开庭的话就是你可以从监控上面看到 就是各个角度的 先把豆腐钻熟 然后再放鸡肉就不行 赶紧,你这个食材自言自语 今儿子,最近讲那个过程 对 把酸菜炒香 我没有看声明明 现在我已经马上先进去了 我已经不期待要怎么做了 这个是做那个什么 面 番,什么面呢 番茄香菇配虾面 感觉面条是不是会放得下呀 我还觉得 哈哈哈哈 有点危险 我觉得泡面可能可以 可以的,我有泡面 要不煮一包泡面吧 我感觉泡面做菜也是特别的坚定 可以的 我可以的 锅也可以的 但是我感觉好像水有点少 哈哈哈哈 对,我们那个水好像有点少跟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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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让你赶酒了 很好很好很好 一个小时 走吧 很棒,速度已经很快了 太快了,不快了 太快了,不快了 多少度 17度 17度 嗯 还好 那就 把围裙去 哦 哇 没关系啊 感觉随时还要回厨房做做两个菜 对 感觉随时再要回厨房 哎 哈哈哈哈 有点吓死了 哈哈哈哈 我以为,我以为家里不要吃饭都有这个习惯 味道还行吗 可以 很久没有这样在家里自己做饭吃过了 嗯 再来点吗 感觉我们在聊一个业务局一样 对 对 我最怕业务局了 我老大就说 我几乎不去 对,我老大就说你不用去 如我们的工作职责不是这个 哦,那是学法学的吧 对 嗯 我们相互之间是学法的 都会有一句 劝人学法千刀万剐 除非是真的喜欢吧 不然挺难坚持下去的 那我觉得学法呢 有时候真的就需要 对吧 对 我觉得是需要那个信仰吧 我觉得这个导师在送我们走的时候嘛 嗯 他就对我们说是 守好自己的底线 嗯 博相老师大活嘛 我很喜欢博相老师 我也觉得他这种大活是很好的 就会让 嗯 像是我们 平时没有办法去接触一些事情的人 可以了解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 因为很多时候会对我们 比如说律师或者说是法官 会有些误解 嗯 或者是对我们学习的这些内容 会有些误解 像自己以前就是还是追新的时候 就经常 追过新吗 追过呀 就是 娱乐圈的话就是韩国嘛 就是韩国的那个big band 我提一件 喜欢科比嘛 哦 哇 老伤心的 一方面是最后有家人在这边 嗯 不是我爸妈那边 有亲戚在这边 一方面是有亲戚在这边 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前任在北京 嗯 嗯 还有就是北京这边机会会多一些 嗯 听到前任这样子就是 嗯 可以可以开吐槽大会是吧 哎呀 他也太厉害了 就觉得 前任对我伤害蛮大的 嗯 简直是我的三观重塑 不到一年 嗯 同性恋哦 我觉得 我觉得性像这种很正常 但是你别来骗我呀 我异性恋 你为什么要骗我 他相对于凡凡的这种 对 然后相当于有点想行婚的感觉 对啊 就是这种啊 我发现的时候他是 他是当时是什么 还是他把他的平板电脑给我了 嗯 然后他平板电脑里面就是 因为他当时是我们在看这种选东西嘛 嗯 选一个东西 然后就退出去的时候就看到他 他也是傻 他把那个 那个某平台就放到了 对 他也不是不是 他是一个咸淡加什么的 还是什么 就是 那当时是直播 对直播平台 我当时就想这个直播好奇怪哦 然后后面我就摆途一看 就是那种里面都是鸡肉奶啊 这些的 我当时我就两眼发黑就这种 但是我要装作我不知道 就跟他摊牌了 我就 我说为什么要这样骗我 假设发生了什么 对 就因为我后面就加了一个群嘛 就是那种 嗯 这种旧妇群 就是有我这种相似经历的 对 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结婚生的小孩的 特别多 特别多 真的特别多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 对 我觉得我现在应该走过来 我这种都算幸运的 对 发现得早 对 他们真的有的 就还有这种染病了的 嗯 对 我觉得其实 嗯 最大问题就是欺骗吧 嗯 性向完全没有问题的 对 这种是生而带来的 这种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也不需要去改变 但是我觉得最起码坦诚吧 感情任何事情 我觉得爱情是一种奢侈品 对于我来说 嗯 就觉得我现在已经不敢奢望什么了 嗯 就 太难了 但我 但我唯一的感觉就是 但我觉得听 听起来你也应该 慢慢也有走出来 我觉得就是 再面对下一段关系 就是还是 张开怀抱回去 对 对 我觉得其实我受过伤害吧 但是我不能把我这种伤害带给 下一个人 对 我觉得对他不公平 对 今天那个 嗯 挺好 吃得挺好 就感觉 这两个人之后可以 希望可以清装上阵啊 然后去 去迎接更加 那个那个啥的明天 买的那些水果他都吃不完 知道吧 你要知道这个 UP主 多大方 买了68块钱 哈哈哈哈 够我吃一个星期了 没有 我看见那个草莓和车离子 我说真没下得去手 我说哇 好 拜拜 彭彭同学 啊我就 走了啊 哈哈哈 谢谢 拜拜好哥 下次这个线下 专场见 拜拜 彭彭是不幸的 因为他遭遇了渣男 但是彭彭是勇敢的 因为他勇敢的 拿起了武器 保护了自己 走了出来 我相信天下还有很多 有类似遭遇的女孩子 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勇敢的 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保护自己 希望每一个女孩子 都能够被这世间的温柔所相报 也希望彭彭未来 能够像她在照片中